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向前 向左 向后 我们多做几圈 如果你要选择放在睡前来做这个练习的话 我们可以先把房间的灯光稍微调的暗一点点 光线呢也可以帮助我们比较容易入睡一点点 我们让身体营造出一个比较好睡觉的空间 向反边 你也可以换一只脚放在前方 向左 向前 向右 所以今天所有的伸展动作呢 你只要有感觉到身体在活动就好 我们不需要追求把筋拉得很开 或者是很大很快的动作 我们让速度缓下来 让呼吸放的长一点点 最后一圈 接着我们把身体回到中间来 两只手往上提高 我们吸气 吐气双手打开 回到大腿两侧 再做几次 向上提高 吐气放松 手臂往上 再往下 最后一个 两只手请你停留在上面 我们让掌心朝着前方 双手轮流往上提 右 左右 左右 左 手指高的时候呢 手指尖也可以稍微放松 手肘 手腕也可以轻轻地动一动 最后两个 身体回到中间来 按右手往上 轻轻地往你的左边 在这里稍微停留一下 让手臂往后绕圈 经过我们的脸 向上提吸气 吐气向后 最后一个 反方向从后面盖回来 往上提 往前盖 打开吸气 吐气盖下来 最后一圈 相反边 另外一只手 左手往上 先往后绕 把肩膀跟胸口打开来 同时我们让脖子也稍微活动一下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反方向从后面盖回来 向前 向上 吐气 再一个 吸气 吐气 接着我们让身体转一个方向 面向旁边 让两只脚稍微往前伸展 脚踝绕一绕 向反边 脚勾脚尖动一动 把臀部也放松 跟着左右摇一摇 我们做一点点 小小的前弯 你可以让两只脚稍微打开一点点 并得屁股还要宽 脚持续现在这个动作 让身体慢慢向下 上半身 你的肩膀 你的脖子 也可以跟着左右摇一摇 晃一晃 来到现在的最低 我们稍微停留 吸口气 微微的抬头 吐气 身体再往下 吸气 抬头 吐气 再往下 最后一个 吸气 抬头 吐气 再往下 我们让两只手 慢慢的走回来 将臀部稍微往前 做一点点 双脚弯曲 手来到身体的后方 手指尖朝向前方 肩胶骨收 打开胸口 吸口气 吐气 背放松 脖子放松 吸气 胸口打开 吐气 放松 最后两个 吸气 吐气 吸气 吸气 我们稍微停留 手掌心 撑住地板 肩膀 轻轻地往下 放 肩胛骨 收紧 把你的胸口 打开来 在这里一样 让身体 轻松地 左右 动一动 你也许会 找到一个 你觉得身体 比较紧 比较卡的位置 我们也可以在那里 稍微停留 一下下 做两个深呼吸 再回来 轻轻地左右 摇一摇 接着让双手 慢慢地推回来 我们抱着一只脚的大腿 让身体 躺下来 我们先将两只脚 弯曲 把右脚往上 趾高 脚踝 轻轻地动一动 绕一绕 脚勾 脚尖 膝弯曲 跟伸直 稍微活动一下 我们的手呢 可以一直维持 在大腿的后方 帮助我们的脚 膝盖弯曲 我们做吐气 让大腿抱进来 靠近身体 吸气 脚放松 吐气 抱进来 再一个 吸气 吐气 在这里 稍微停留 一样 轻轻地 摇一摇 动一动 伸展我们的脚的同时 同时也在放松 我们的腰 和我们的背 向反边 另外一只脚 左脚抬起 脚踝先动一动 脚勾 脚尖 膝盖弯曲 跟伸直 脚弯曲 抱进来 靠近身体 再放松 吐气 吸气 最后一个 稍微停留 左 右 动一动 接着我们把右脚也抬起来 双手 圈住我们的双脚 让臀部稍微地离开地板 再放下来 轻轻地往上 再往下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是躺在床上练习的话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背 我们的腰的位置 放一个小小的枕头 把臀部稍微垫起 让屁股轻轻地离开地板 再放下来 伸展我们的下背 最后一个 双脚踩下来 接着我们活动一下上半身 我们的双手 两只手请你过头伸展 手掌心朝上 还记得我们刚刚坐着有做一个动作 两只手轮流往上提高吗 我们把相同的动作放在地板上做 手在动的同时 我们的臀部也可以跟着 轻轻左右动一动 手指尖往上 再往下 松一下我们的背 我们的肩膀 速度也可以稍微快一点点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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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 让身体回来 双手请你放松 两只手来到肚子的上面 在这里呢 我们做三个深呼吸 可以将眼睛轻轻地闭上 用我们的鼻子吸气 再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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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自身呼吸 吐气 最后一个 吸气 吐气 让身体保持放松 我们将眼睛慢慢地睁开来 再扎一扎 所以如果你要放在睡前练习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里 直接让手臂放松 让双脚也放松 进入到你的大休息 那如果你还没有要睡觉的话呢 我们抱着大腿 让身体慢慢地起来 回到坐姿 将右脚向前伸直 左脚弯曲 手臂向前 往前走到不能再走了 就停留 伸展一下我们的脚 在睡前呢 做几个前弯的伸展 可以帮助我们的小腿 以及我们的末梢的循环 所以如果你是在睡觉的时候 容易抽筋的人 我们可以在睡前做几个伸展 放松我们的小腿肌肉 同时刺激一下末梢 那下来的高度 我们可以自己决定 只要有感觉到身体在拉筋 就可以了 手扶着脚 慢慢地回来 双脚前后加换 左脚伸直 手臂向前走 一样走到不能再走了 我们就停留 让身体再向下一点点 有的时候是肩膀 梗住的关系 我们可以做一个吐气 把肩膀放下来 让身体再往下 伸直的脚 脚掌尽量勾起来 扶着脚 回到中间 双手来到脚的后方 膝盖放松 轻轻地左右动一动 两个膝盖打开 大腿上下动一动 最后我们伸展一下 大腿的内侧 双手抓着脚 背往上坐高 吐气身体向前 手肘自然落下 悬空 找小腿 找地板都行 再一个深呼吸 吐气 两只手顺着脚 慢慢地回来 任何一只脚放在前方 双手来到大腿的上面 我们做三个深呼吸 吸气 吐气 再一个 吸气 吐气 最后一次 深吸 吐气 做完刚才的练习 身体的状况感觉如何呢 瑜伽不只是拉筋伸展而已 它可以帮助我们加强身体的激励 同时也可以放松我们的身心 所以我们可以依照每天不同的需求 做不同的练习 只要拨出一点点的时间 给我们的身体 相信我们就会越来越健康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